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它的异步性 这些呢你一定要理解出来 不要死记一倍 是因为没什么意义 因为并发和并行 异步的问题是我们后来进程处理的最核心的问题 那么操作训练的发展和分离这一块 重量要掌握什么呀 就是掌握多道批处理的形式 和多道任务的形式 因为它是我们现在操作系统的雏形 在这儿其实它会有涉及到一些 CPU用多长时间 AO的利用率啊CPU用率 像这类的题目 这个呢大家看一看它的历史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蛮有意思的你看一看 包括我上次来讲 我们想讲这个 讲我们的这个 这个UNIX是怎么来的 UNIX是怎么来的 就是两位科学家 玩游戏 就是想玩游戏 那么玩出来的 那么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讲 就像比如微软 这一个现在我们的大巨头 那么它的起家呢 还无非还是比尔盖茨 不是说它是参与了Disk 参与了DOS 怎么样 它还是购买了这个DOS 而抢占了一下IBM呢 它所基本有的这种先机 对不对 又才诞生了它到现在的 Windows这样一个地固 包括现在我们的Win10 蓬勃发展起来 对吧 桌面端 还逐渐上我们手机端来进行渗透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小米对吧 现在又出了这个 这个Win10和Miu的这种 这个双筹的系统版本 也就说明 微软的回归 只要它重视 愿意认真去做我们一个行业 还是会有起色的 也同样也讲到 我们操作系统这个东西 它还是不断发展的 从庞达的对吧 令人非常讨厌的 像Windows XP 对吧 用一段时间 一年之上 必须要重新装一次 否则这些组没法用 到现在又发现到 我们Win7 Win8 特别是我们的Win8和Win10 启动速度 确实是快了不少 稳定性也增加了不少 界面没得说 对吧 非常华丽 最后 在我们的这个手机 智能手机这一块 也逐渐能够抢卧在先机 这也看出了操作系统的发展 那么操作系统 它们做来做去 一说微软这个Win10 做来做去 它比人差 差在什么地方呢 无非是竞争管理 内神管理 文件管理这些东西 别的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一旦 正能手机上的操作系统 和一个台式器的不同之处 它还主要就在精神管理 你的节能啊 对不对 内神管理 那么它的内神一般都比较小 当然现在也比较庞大了 对不对 但是主要的问题 还是要节能 文件管理 你要是你的文件存储是比较好 这一点 苹果做得非常好 对不对 它把文件管理完全封闭起来 那它做的是比较好 那么另外你说 操作系统的运行环境这一块 就这几个概念呢 是我们考试中的重工之重 一个叫内核态 一个是用户态 那么这一块主要怎么理解呢 当然你要和我们组织原理结合起来 我们与组织原理在上 我们有很多指令级 那么有些指令呢 叫做特权指令 对不对 特权指令做什么呢 是直接来访问一些硬件系统 直接访问IO 直接访问存储 直接访问存储 对不对 你看这些命令 它不允许我们用物态来用 反过来讲 就是说操作系统为什么诞生呢 那么没有操作系统之前 为什么讲历史 没有操作系统 大家是直接来操作 每一个IO收出 我们直接来响应 鼠标的每一个按键 键盘的每一个 是我们要写成为自己做的 那么有了操作系统 这个事情 就不归我们做的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问题就归操作系统内核去做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就 这些操作呢 我们也准备就特原指令能玩的事情 因此呢 特而言之 操作系统 必须由操作系统做的事情呢 就是内核态 那么操作系统之外 我们用户来完成的 就是什么 典型的用户态程序 典型的用户态程序 因此呢 用户内核态呢 应该说 在我们历年的考试都比较灵活 都要你去细细的体会 它每一个选项 所说明的这种操作是要求内核态 还需要用户态 当然我们有一些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中断的处理 对吧 异常的发生都是会使用 是从用户态呢 陷入我们的内核态来进行操作 那么中断和异常 这个中断来讲的话 往往是我们的就是外部中断 这个呢 在组成员里呢 会介绍的比较清楚 异常呢 是一种叫做远中断 那远中断 它呢往往是一些故障啊 陷阱啊 等等来引起的这一种 从用户态返回到核心来 来操作的这种形式 对不对 那么系统调用是什么东西呢 系统调用呢 主要是在于我们程序设计 以及我们一些操作来讲 如果我们毕竟 就是说在成员事业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内核态的东西 那怎么办 我们必须采用什么 系统调用来使我们的程序 从用户态进入内核态进行操作 最简单的我来就从一条讲 打开一个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 我们知道 现在C语言里边是Fopen 对不对 然后写上文件名 Fopen它实际上调用了什么 一个系统调用 叫Open这个原语 就Open的原语是怎么样呢 它是把这个文件名怎么样 和它的路径提交给操作系统 由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 去到读取文件所在的什么 它的文件分配选 FCB 读取FCB之后呢 把FCB的 在内存里边的指针 返回给什么 返回Fopen的指针 比如说我们的FP等于Fopen 对吧 FP这文件的指针怎么获得呢 是要通过系统调用 进入我们的 怎么样 内核态 才把这个FCB 从磁盘里边堵出来 放到内存里边之后 对不对 把内存FCB的地址 返回回来 此后呢 你可以对着文件指针 再进行访问了 当然你一个FRAID的时候 那么FRAID的调用 就用了什么RAID这个系统调用 对吧 每次RAID的系统调用 它要从内存里边进行读 如果内存里没有的话 它要到你磁盘里边 从磁盘里边 来把这个数据呢 转到内存 那么这个活谁干呢 这个活都是操作系统干的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都是供应对内核态 这就是系统调用 说起来很 这是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那么操作系统的体结构呢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因为这一块呢 最艰难的就是 大家要剥离出来 内核态用核态 应该说操作系统干的活 应该是处于内核态的 内核态 那么我们用户 那个程序所能够涉及的 那就是用户态的内容 那么这我们看看 15年的24题 对这一块的题目的考察 就是说 下列执行 不可能导致 从用户转到内核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系统态 管态和木态 对吧 我们就补题了 那么应该说第一个 迪亚位 我们说R0出于R1 这是个除法 除法这个大家应该司空见惯了 因为你要是出上一个0的话 这就进入一个异常 对不对 就进入异常 那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都try catch 对吧 try catch finally 对吧 来进行处理 对不对 要捕捉一些异常 来进行异常处理 那么这些异常的话 就会使你当前的CPU 从做一个除法的用户态 转入到内核态 来处理你这个什么 exception 那么另外一个 软中断 这个太明显了 对不对 软中断的问题 它必须是在内核态进行完成的 就是我们 我们写程序 能不能处理中断问题呢 是不能处理问题的 我们中断必须要提交给操作系统 要操作系统来调用中断服务程序 来进行完成 第三个 把R0里边的内容取飞 就是把1变成0 0变成1 这个问题呢 比较有意思 因为取飞这个操作 对这个R0来进行操作来讲的话 我们感觉到像 这就硬件了 对不对 我们能搞得动吗 大家想一想 那么它已经把这些指令掉进去 指令寄存器里边去了 那么我们来讲的话 这些寄存器对我们用户呢 是可见的 也说我们可以采用用户程序 来对某一个内容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呢 是在用户态的 用户态 也说C的选项 我们读到应该是 那么第一个选项呢 是把地址处的地址呢 放到R0里边去 我们知道 从地址里边 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放到R0里边 那么原则上呢 它应该也不会 进入内核态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这个地址所在的存储单元 不在内存里边 那怎么办 对不对 要有什么 要有什么 缺业中断的问题 那么缺业中断 显然就怎么样了 需要你从用户态 转变成内核态 因此呢 这道题呢 就考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说 比如地址的内存 来放到寄存器 那么对于我们用户来讲的话 我们是可以操作这件事情了 是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这个地址 不在内存里边 怎么样 麻烦了 麻烦在哪呢 我们必须怎么着呢 我们必须 做进行 这个缺业中断 来完成数据的这样一个传输 下面看第二大点 那么第二点呢 是我们操作系统学习的一个 重点和核心点 你说大家对这一块呢 要好好的要把握一下 那么进程的概念 进程和程序的一个区别 然后进程呢 和后边县程的一个区别 其实我们在初步学习的时候 大家要建立这个概念 就进程呢 它是一个什么 资源的单位 而不是 建程呢 是一个调度的单位 这怎么讲呢 大家签了用户的 那么户的打开以后 它就是个大的进程 这个进程呢 它提供了资源 什么资源呢 比如说你的握着起来 要在内存 你打开一个握着温档 这个温档呢 要在什么 内存里面存储 存储的位置 那么这些都是进程来管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你握着在进行输入的时候 那么输入数字 那么握着呢 就会显示 同时呢 握着会有怎么样 会有对你的 这个比如文法检查 语法检查 如果你输入错了 它马上会有红线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进程 对吧 一个叫拼车检测的进程 一个拼车检测的线程呢 来进行处理 另一个是你 除了输入输出的一个进程 意思呢 这就是什么 两个线程 在同一个进程内的调度 对同一个资源 就对于共享的 进程的这个同一个资源 进行处理 当然这些资源 都是在存储里面 存储里面 所以这个是 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进程的状态 可以转换 这一定要理解的 对吧 我们程序起来之后 就一个开始 起来之后呢 一定是先进入 就绪状态 为什么就绪 因为就绪呢 它可以形成一个对立 对不对 在就绪状态 等待着嘛 CPU的调度 那么当CPU用你的时候 对吧 你现在进入什么 运行状态 那么在运行状态的时候 变化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你 CPU呢 你跑 跑起来发现说 我需要打开一个文件 那之后呢 就把你拉到什么 阻塞状态 对不对 另一种情况 就是你正在跑着 发现 有个更高优先级的人 进程就绪了 那么就把你 从8了下来 对不对 高优先级 就是开始使用CPU 你也说 从就绪 从运行可以到就绪 从运行可以到阻塞 那么从阻塞 能不能直接到运行呢 不行 它本来就缺东西 你让它运行 它还是缺东西 对不对 从阻塞只能到什么 到就绪 因为阻塞之后 它需要打开文件 现在呢 系统把文件打开 把指针给它 这时候呢 它就会到达就绪 那么从就绪里边 它进行排队 再进行像CPU 那么这几个 这三个状态的过程 要 必须要理解清楚 在这呢 我们一般呢 不会考虑挂气和激活 那种情况 其实我们考试里边 很少考虑这种挂气激活 那个气状态 那个复杂模式 但是也是需要大家理解它 那理解它 也就是在优先级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 这个挂起 挂起 那么在符合条件之后呢 我们不要拿激红 另外就是竞争的控制 竞争的组织 竞争组织 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PTP块 对吧 另外竞争间的通信 共产缓存 消息机制和管道 这三种模式 对不对 这三种模式就是 说起来比较抽象 大家看看这消息传递 其实都非常容易 共产缓存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对不对 你写两个程序 他们之间要 传进数据 怎么传呢 就是 所以你要 共产缓存 先写进去 来读嘛 消息传递 这最简单 就是像我们网络数据的传递 对不对 那么你手机上 微信和我手的两个进程 它之间 要互相传消息 怎么样 这不消息传递吗 非常容易理解的 管道呢 主要还是同一个系统里边 主要文件的处理 就是说 一个程序呢 和另一个程序 先建立管道 然后一个写 然后另一个读 对吧 那么处理机的调度这一块 我们首先要掌握 就是调度这种基本原则 就是公平性 就是处理机的调度 目的是使得 什么 使得大家都能够 共选了使用CPU 对不对 我们能保证 大家的这个 平均的时间 它比较短 就讲这个公平性 不能说让人老爸的这个CPU 不让别人用 对不对 调度的方式呢 有若干种 若干种 那么典型的调度算法 大家要把这几种算法 要好好的掌握 那么我们考试水边呢 会经常会考的这种算法 那么先来先服务 对吧 短则也优先 实际上轮转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对这先来先服务 短则优先 实际上轮转转 再增加它的优先级 优先级 分为两种抢占的和非抢占的 那么对同一个序列来讲 同一个序列来讲 它产生的结果呢 就是多种多样的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种叫做高响应比 优先调度算法 那么这个呢 我们考试水边也经常考 那么响应比的计算 它是什么 是和你的运营时间和等待时间 融在时间的这样一个比值 对不对 大家要记住 还有多归反馈调度 这个主要是理解 多归反馈对列的这种形式 因为出局于调度这一块呢 一是我们要理解它的时机切换 和它的过程 在这基础上呢 把这种算法呢 融会贯通 也是我们在基础阶段呢 需要大家重点要学习的部分 那么对于同步复制 刚才我们重点呢 以读者也学了 跟大家解释了 那么同步复制的概念里边 还涉及到一个什么 软件实验方法 软件实验方法呢 我的教合书里边 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软件实验方法呢 主要让大家把Piton算法背下来 背下来 Piton算法呢 我们基本上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就是说 两个人同时要进一间屋子 第一下有钥匙 只有一把 第二要挂牌子 就是谁进去 谁挂牌子 别人看这个牌子是谁 就有人要进去 就不要再进去了 就是说 采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它 它呢 采用这种方式呢 就来保证了 软件实现这样一个 PV操作的 PV操作的一个可行性 就是互出问题的 另外信号量 不用再说了 最基本的 信号量应用到 生产于消费者 读者也学着 生 哲学家就差问题 那么这种上 给大家已经留作业了 对不对 那么在 以前学的时候 老师怎么讲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 你采用我流中途的方式 把他的问题 好好的在 掰着掰着 只有认认真真的 你掰着熟了 你才能对 同步 同步的问题呢 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才能够在 考这里题目的时候呢 游刃有余 那么下面呢 还有问题就是思索 思索的问题呢 这一部分考察呢 大部分是概念 除去我们像这样的 就是系统的安全状态 和银行家算法 就是除了这一点呢 有个算法 我们考试会考 对不对 银行家算法呢 是思索避免的一种 它只是判断 当前你申请的资源 会不会对系统 造成思索的影响 如果会的话 它不会让你申请 那么预防来讲的话 就是预防了 我们思索产生的四种可能 对吧 把四种可能 全给你抛弃掉 那么就不会有思索了 当然强度太强了 因此呢 我往往呢 是采用思索避免的影响 而思索检测呢 是不管你当前状态的 我只是检测 有没有发生思索 有思索或者无思索 那么这是我的结论 比如说 我只能告诉你 当前状态里边 有思索了 那么当前状态里边 没有思索 这是思索检测呢 要做的问题 那么思索检测呢 这里面会设到一个定理 叫做思索定理 思索定理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这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 15年25题 也是比较有恶死了 就只要进程 从执行态 变为就绪态的现象 那么就说 考察的是 进程状态的一个转换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来讲的话 进程状态的转换 从执行态变为就绪态 这个本身就比较恶劣 我们知道 它正在CPU 正跑着比较爽了 你突然把它一下子揪下来 你这恼人不恼的 为什么揪啊 这只能有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 优先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除了优先级之外 其他操作 我们看一看 A操作 P操作 P操作就是什么 通过互质问题吗 就是要么它互质了 就是说 我要现在要到这个房子里边 拿东西 这房子呢 被其他人占了 我进不去 进不去堵塞 对不对 你突然等着 六中或者同步了 P一把 我需要A程序 我需要这个A程序呢 给我什么 给我试个数据 那现在还没给我 那你也旁边等着啊 对不对 它都会进入什么 阻止的状态 那么如果申请内存 失败 申请内存 失败 怎么样 你本来 要进行跑 现在你内存失败 那怎么办 怎么样 你还要缺内存 你就旁边等着 你下一步再去什么 申请内存 那么我会把你放到 就绪一探 你过来 你还是内存失败 对不对 那就要 其中iWhatsApp 其中iWhatsApp 最经典的怎么样 我要去磁盘里边 读数据 对不对 我要使用我的摄像头 拍照片 那么这时候你怎么样 你旁边等着 把CPU让出来 对不对 你等设备 准备好了 对吧 你再过来 对不对 所以说 E5年当时五题呢 这种状态转换这种题目 大家考虑都比较灵活 大家在灵活的时候呢 要考虑考虑 这个状态转换呢 到底是怎么个事情 我们如何把握状态转换 这种变化的特点和特征 这是我们词里题目的一个什么 一个关键点和一个核心点 核心点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E5年的第26题 E5年的第26题 那么这个题目呢 涉及到是一个 大家看思索避免和思索检测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种题目 大家看担心的多选题 对不对 多选题 那么我们说 这种题目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一个个的看 对不对 他说思索避免的算法 会限制用户申请的数件 R12不会 就思索检测不会 那么我们就想 思索避免 其实就是银行家算法 对吧 银行家算法 我们知道 他确实是 会限制用户申请资源 但是他限制用户申请资源 限制的是什么呢 是限制用户申请资源的数量 你不能太多了 太贪心 对不对 你把东西都申请完了 其他人都死死了 有意义吗 没意义 那么他 他是什么 这显然意义不对的 对不对 那么 谁会限制用户申请的顺序呢 我们说只有一个 谁啊 思索预防 思索预防 为了保证大家顺序的使用的资源 就采用预防的方式怎么样 让大家按队列开始 你先往后一个个的排队使用 那么大家想一想 本来大家可以并发 速度快一点 对不对 那么一串行了 排队对去申请了 绝对不会发生什么 死索的问题 因为资源敞开让你用的吧 就你一个人用 用完了 然后下个人用完再一下 怎么会死索呢 死索主要产生问题 大家都在抢一个资源的时候 怎么样 本来我需要俩 你需要俩 他也需要俩 结果就五个 结果就三个资源 结果呢 我抢了一个 他抢了一个 一人抢一个 抢一个 没资源了 但是呢 我们都会 每人都缺一个 这不死在那个地方了吗 对吧 所以说 对于我们思索避免 思索这一块概念 一定怎么样 一定要灵活的去掌握 千万不要说是死索背 你背下来没什么意义的 那么有的同学给我讲 特别到冲刺最后阶段的时候 我说 这些怎么样了 他说 老师正背着呢 好多东西还没背下来 我说为什么背下来 说记不下来呢 我说你理解理解 别那么死脑筋 那么第一条肯定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画掉了 第二条 S1需要所需资源的总量 22不需要 那我们知道 思索避免银行家嘛 银行家 当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他有什么 有需求 需求矩阵 对不对 对吧 有分配矩阵 对不对 有你这个什么 生育资源向量 对吧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总资源的矩阵 那么总资源矩阵 显然等于什么 以分配的这个资源 再加上什么 以分配的资源的总数 对吧 再加上你的 剩余资源的总数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你的资源总数 那么我们再进行 思索避免操作 有银行家算法数 你在申请这些资源 也就是说 我们要给你 剩余资源来考虑一下 当然系统能不能承受得出 你又申了这一手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说 S1所需要的 所有资源向量 在我们 这样一个系统里边 是必须要考虑的 就在资源避免里 必须要考虑的 R12需要吗 我说思索监色 他从来不管你 当年状态 他只是检错 发用思索了没有 他不会考虑你有 他采用了什么 这个思索连接图 大家记得吗 适应几个 他就一次进化检 化两张最后 如果都是圈 都是进程的话 这OK没思索 化检之后发现 有人抢东西了 这怎么有思索 对不对 因此这一条是正确的 第三条 S1不会给 可能导致思索的 竞争分配资源 这就是 银行家算法的定义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就第一条 你不太清楚 到第三条 你赌了之后 两人一对比 你就知道 第一条错了 对不对 那么正确的 应该是第三条 所以说 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15年第26题 它也是非常经典的 考察了我们思索 这方面的概念题目 那么这里题目呢 隔三差五的 都会有 而且考的这些点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的 让人深思 就是你只要 琢磨琢磨的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 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的 第一部分 程序的装入于链接 逻辑地址 以物理地址 以及内存的保护 那么这一块内容 特别是 程序的装入 与链接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需要大家 要掌握的 也说我们 内存管理这一块 除了这个第一大本 内存管理 是我们 操作系统所独有的 大家一看 第二部分 虚拟内存管理 这一部分内容 是和我们 组成原理 完全一致的 对不对 虚拟 页视请求 对吧 页面分配的测量 这一点呢 是在 是我们操作系统独有的 工作结论是独有的概念 抖动来讲的话 是和我们的 先入删除 这块算法相关的 包括 这一块呢 就是采用了 局部性原理 来进行操作 因此我们 操作系统 这一块 要考的话 那么重点呢 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连续存储的 分配方式 这一边有 夜市管理 断式管理 和断夜市 夜市管理 一边还有什么 2G页表 3G页表 甚至多G页表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明白 程序的装入 和链接的过程 链接是怎么 是把你密码代码 怎么样 生成一个可知性文件 装入是什么 是把你可知性文件 装入到你的内存里边去 对不对 那么 链接的时候 有链接的地址的 这样一个 操作方式 那么装入的时候呢 又有装入地址的 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采用 一是装入 对不对 装入到固定的位置 那么我们把地址 一次改完就稳 那么还有动态的装入 静态的装入 还有动态的装入 对不对 装入之后呢 我们根据 你所装入不同的位置 给你的机制呢 来完成 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映射 那么这时候呢 就要用到了 地址变换机构 那么地址变换机构里边 为了防止你地址越界 又有内存保护 它要知道你机制是多少 你的内存使用的空间是多少 来判断一下 你当前所要访问的这个地址 是不是越界了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成套开始的 所以这一块呢 大家要看一看书 尽量呢 去理解它 我们在强华班呢 会从例子 再给大家剪开 那么将会覆盖这一块呢 了解一下概念也可以 首先覆盖这个东西呢 已经是车子滴滴都没有了 覆盖的意思就是 内存太少了 比如就十个兆 就是一百开 我的程序呢 一个兆 那么我们就先用这一百开 然后呢 这一半考完之后呢 我们再掉进一百开 把那简译板看得给覆盖掉 结果我们在写程序上 就要考虑到 对内存的使用 要一步一步的 一点一点的 一滴滴的来进行处理 对不对 连续分配管理 连续分配管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要讲的 那么有best fit 最佳匹配 next fit first fit worst fit 四个费 那么这个四个费里边 我们知道 它们会产生碎片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因为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会考虑什么 叫外部碎片 那么既如延续分配管理之后 那么要分裂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成为内部分配 包括在连续分配里边中 固定分配的话 我们也会产生内部分配 那么非连续的 夜市的变换机构 对不对 那么夜市的变换机构 在逻辑地址和地址空间 进行转换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盼点 是否越界 这个大家要注意 但是夜市管理边 最重要的经常考的 还是什么 二级的 甚至于三级的 就多级夜表 多级夜表呢 是一个特色的 也是我们现行系统所用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Windows XP 对吧 至少这是二级夜表 那么现在我们变成Win8 这应该是多级夜表 因此有些题目里就会涉及到 就是说对于一个64位机器的 它的夜表 变换机构 怎么来进行做 包括它的基本夜表 比如我们标准的 Windows XP 这是4KB 那么在Win8之后 变成多少呢 我才能访问 这更多的内存 使用起来更灵活 对不对 那么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搞定 那么一定知道 我们夜表的方式呢 就是划分了好多小房子 对不对 那么小房子里边呢 可以存储 大家相同的存储单元 也就是说我们小房子 每一个小房间 对吧 就像旅馆一样 每一个小房间里边 有几张床 每一个床呢 这方有存储单元 那么是一一进行对应的 对不对 那么我里边还有个夜表 那夜表的东西呢 它本身就存的 就是在存储单元 存的什么 你每一个夜表 每一个夜所在的什么 它的夜号 它的物理快号是多少 对不对 那么它要占存储单元 那么对于段式来讲的话 那么段式和夜式 最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一位空间 一个是二位空间 说白了就是 夜式里边 你把这个夜号 直接换成这个物理快号 一合成 拿出去就完 然后再段式就不行了 你必须把段式机制拿出来 把偏一量趴下放过去 做一个plus 做一个加法 才能够完成 我们这样虚拟地址 和物理地址的 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么段夜式问题呢 就是什么 就解决了段式中的 对资源的浪费的问题 有段表 从段表来 然后再去找夜表 从夜表来找地址 然后再合成 段夜式 注意大家 段夜式来讲的话 只是对段表的夜式化管理 那么实际在存储里边 内存里边存储的 还是按照夜式方程来存 也就是说 采用夜式方式来存什么 存段的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 把每一段再飞成夜 显然就是我们要 首先找到这个段 根据这个段的机制呢 我们找出它的夜表的位置 根据夜表位置 找出它的 它的这个物理画号